2月27日 今天是2022年高考倒计时的100天 对所有咬牙坚持的高三考生来说 现在每一秒的付出都将变成未来的礼物 100天后你会感谢那个全力以赴 不曾放弃的自己 和未来的自己对话也有特别的意义 最近湖南的一个姑娘 就翻到了三年前13岁的自己写的一封信 这收件人是三年后的自己 信中她写 路还长 请保护好我的梦想 三年后她提笔回信 一直在朝我们的梦想前进 你播种的种子让我来收获 给自己鼓励也是一种励志 高考倒计时100天 如果能回到从前 你想对那时候的自己说点什么呢 欢迎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 参与方式就在屏幕下方 我在直播间等您来分享